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判立委加速处理军工教加薪的107年总预算案 联合报系资料照片记者邱德祥摄影 分享新政院今天与民主进步党级立委协调优先法案 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 共列一例一休税改等72项优先法案 其中牵涉军工教加薪的107年总预算案 特别拜托立委加速处理 新政院副院长施俊级中午主持行政院长赖清德上任后的首场行政立法协调汇报 与民进党及立法委员讨论下会期优先法案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刘兆豪向中央通讯社记者表示 新内阁首次行政立法协调汇报对立法院新会期提拔大类72项优先法案 包括总预算案 以利益修修法 税改与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时间有限 攸关政府组织改造的46项法案 不在优先法案中 刘兆豪说 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 中央选局委员会人事同意权案不是法案 未列入优先法案 但党团一定会优先处理这两项人事同意权案 民进党团副干事长蔡氏映向中央设计者说 总预算案涉及军公教加薪 新政院特别拜托民进党团协助 让预算案顺利通过 徐国勇表示 如果年底总预算案没过关 明年一月就无法顺利为军公教加薪 百分之三 特别拜托立委协助 加速处理 另外107年度到108年度中央政府流域综合治理计划 第三期特别预算案 106年度国营失业预算案及一例一收和税改都是重要议案 一例一收部分 他说 民进党团总召集人科建明会前和会后都由于赖清德通电话 赖清德决定总职群后将提行政院版劳动基准法修法版本 预立委提案版并列优先法案 税改案 目前正在公告中 待10月6日公告期间结束 会把各界意见并入法案 送行政院院会讨论通过后 立即送立法院审议 据行政院列出的重大法案一栏表 八大类优先法案 分别为振兴经济、智慧国家、律能器岛、文化台湾、公益社会、幸福家园、政府效能与两岸关系 振兴经济议案包含总预算案、一例一休、税改等14案 智慧国家有资通安全管理法草案、外国专业人才研览及雇佣法草案等 公益社会有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 军人年金改革、劳保年改与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23案 另外幸福家园包含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管制公务人员前往中国大陆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等 修正案